第八十集 叶琴正站在寿殿门口 身形一闪让开道 不动声色的是避开了这伙蓝衣的弟子 进来的人呢是赵乾坤 叶琴对他是有一点印象的 因为他是清单门内极其嚣张跋扈的弟子 这赵乾坤呢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脸上呢笑得跟开了花似的 带着一伙跟他相熟的蓝衣弟子 是大摇大摆的进入了寿殿之内 一开口便要寿殿杂衣弟子 给他们安排几头真情 寿殿杂衣弟子见到赵乾坤 是哭丧着脸说道 赵师兄这真的没有真情了 赵乾坤一愣顿时是勃然大怒 猛的一拍柜台 指着那个杂衣弟子的鼻子是大声吼道 怎么没有了呢 我半个月前不是世心已经叫你给老子留七头上等的真情吗 你当老子的话是耳边风啊 老子好不容易准备好了试炼的宝贝 你告诉我没有飞禽了 你信不信老子叫你尝尝什么叫做 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寿殿杂衣弟子是真的吓了一跳 连忙的摆手说道 赵师兄 这可真的不怪我 您的话小听 我是记得一清二楚 特意的准备了几头真情 可是您要的那几头真情 前几天被王师兄看中了 他强行要取走 我也拦不住啊 王师兄 哪个姓王的 不会是王长老家那位吧 他娘的 仗着他爹是二长老 骑到老子脖子上来了 赵乾坤想起了什么 脸色一变 骂骂咧咧了几句 随即又问道 啊 普通的飞禽呢 给我祈祷 没了 都被其他的师兄给取走了 杂衣弟子连哭都不敢 是低垂着脑袋 是不敢看赵乾坤的脸色 赵乾坤怒瞪着眼睛 是盯着那个杂衣弟子 好半想 才从根根的牙缝里 也是蹦出了一句话 他娘的 那姓王的王八糕子 是怎么知道 我在清泉风雨 先定了几头真情的 坏我的好事 分明是故意要我好看 跟他同来的五六名 蓝衣弟子是纷纷摇头 跑去万枯山 至少要半个月呀 那还不得累个半死啊 路上要是遇到妖兽 还得耽误时间 哎呀能不能及时赶到万枯山 还是个大问题 等咱们到了的时候 只怕洞窟试炼 草就开始了 没有飞禽 它就是发火呢也没有什么用 赵乾坤满肚子的火呢 那是没处发 潮兽店内众人看了一圈 突然看到雪下等人 是眼睛一亮 露出一脸笑脸 是哈哈的说道 哎哟 这不是清泉风的雪下师妹吗 对了 师兄我前段时间 听说你们几个姐妹 在炼制血蚕丝甲 不知道炼制出来没有啊 师兄我正缺一件呢 卖我一件怎么样 没有 雪下心中厌恶 脸上呢是冷冷的说了一句 和几名女弟子呢 是立即离开了寿殿 那三名年轻弟子呢 也是随即的跟着离开了 野秦沉默跟随在最后面 也是出了寿殿 赵乾坤见到雪下根本不多理 他鼻子都快气歪了 想他堂堂清单门三长老之子 那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可偏偏这半年呢就是邪门 什么事情呢都是不顺心 一坛灵酒 被大师兄几个人给抢了 他在这清全峰啊 是偷偷预定好的 几头真寿 被那姓王的小子呢 给抢了 现在连个清衣的女弟子啊 都敢不给他好脸色看了 他这还是三长老的儿子吗 他刚刚从他老爹那里 出来的好心情 是一下子全没了 旁边一名蓝衣弟子 眼睛呢是咕噜噜的一转 低声的说出了一个主意 赵师兄 要不咱们半路 赵乾坤听到了这个主意 是沉着脸 想了一下 咬着牙 是大步的走出了寿殿 走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否则别人还以为我姓赵的是好惹的 灵雾山脉被众修仙门派所占的地盘啊 其实不足千分之一 其余绝大部分的地方还都是蛮荒之地的森林 被众多的妖兽呢所占据 其中又以地面上的妖兽居多 而空中的妖兽则是相对稀少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经常有助击期以上的修士 在灵雾山脉的半空遇见飞来飞去 那些飞行妖兽遇到他们 多半是被这些助击期修士所击杀 所以数量很少 而地面上的妖兽 深藏在森林洞穴杀不胜杀 助击期修士多半是不会理会的 叶琴考虑过自己要单独上路 前往万枯岭 不过既然有同门相邀 是结婉而行 他还是选择和同门一道出发 这样安全上要稍微高一些 他们一行八人全力施展御丰树而行 转瞬间便已经离开了清单门千里范围之内 按照灵雾山脉地形图卷轴上的指示 是赶往万枯山 白天的时候赶路 晚上的时候则在山岭内 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了安营 以免出现意外 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才刚刚离开清单山脉的师门领地的巡逻范围 他们便被一伙人截住了 并且这伙人呢还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尾随在他们后面的赵乾坤等七名蓝衣弟子 真巧啊 咱们又见面了 都是同门师兄弟 闲话我就不多扯了 几位师妹 把你们的血残丝甲都交出来吧 师兄我打人大量 不计较你们之前的恶劣态度 还有 那几个小子 把你们最趁手的灵气都交出来吧 赵乾坤是站在一块巨石上 附着双手 脸上呢满是傲色 努力地装出一副玉树凌风的模样 可惜啊 那张瘦猴脸破坏了他的形象 好像是一头大马猴站在上面似的 其余的六名蓝衣弟子 各自呢是站在巨石之下 是甘当绿叶衬托着他的威风 双手呢抱胸 看好戏呢 八个人呢 是一惊是纷纷亮出了各自的灵气刀剑之类 其中一名领头的青年上前一步 大怒地说道 姓赵的 公然打劫同门 你不怕清单门门规处罚吗 赵乾坤是鄙夷地瞧了那个青年一眼 我呸 你是哪里钻出来的废物 乱羞扫什么呢 门规 挺多让我禁闭几个月而已 别捕食豪胆 就凭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什么痛哭试炼 你们以为那猪鸡丹会有你们的份儿吗 那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你们把最好的灵气都交出来 等师兄我参加完试炼 得到铸鸡丹成为铸鸡修士之后呢 少不了赏你们一些好处的 也许说不定到时候师叔我一高兴 做了你们的靠山 让你们从此在师门内无忧 那些蓝衣弟子纷纷跟着大声说道 立刻把灵气都交出来吧 咱们马上还要赶路去万库岭呢 那领头的青年瞧了左右一眼 壮起胆 气愤地说道 凭什么要把灵气给你 别以为你们是蓝衣弟子 我们就会怕了你们 我们 我们这边可是有八个人呢 凭什么 就凭我家老头子给我的这件宝贝 赵乾坤是黑黑的冷笑 他一拍腰间的储物袋 里面立刻飞出一柄数寸长的蓝色小剑 通体呢是流光溢彩 灵气破人 这一枚小剑出来之后呢 画了一个漂亮的弧 是灵活地漂浮在赵乾坤的身侧 指挥自如 法器 悬银剑 那是赵长老早年的成名法器 八人小队友人是惊呼地说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缘 那几个青年弟子相顾一眼 接近亥然 退后了几步 眼神之中呢是根本没有了斗志 已经是全是退却之一 雪下等四名女弟子也是同样脸色巨变 法器的威力之可怕 根本不是他们手中的灵气所能抵挡的 叶琴呢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难怪赵乾坤等人敢这么嚣张 才离开青单山脉 守山弟子的巡逻范围 便截住了他们的去路 赵乾坤的羽杖 那就是这件法器了 要知道 通常情况下 八名青衣弟子对上同等修为的 七名蓝衣弟子 还是有胜算的 但是这七名蓝衣弟子 携带的几乎都是高阶的灵气 直接让青衣弟子是落到了下风 而赵乾坤的法器一出 凭借这法器的威力 更是让青衣弟子是毫无胜算了 叶琴飞快地朝那三名青衣同门 和那几位师姐妹们看去 目中流露出的是打退堂鼓之一 这种情况下 不要说打赢赵乾坤等人 就连自保啊 恐怕都成问题了 叶琴自然不可能逞什么能 去挡在前面 他飞快地扫视了四周一眼 寻找逃路 以免呢 到时候被截住 他很快地便发现 那三名男弟子 四名师妹 都在暗暗地朝四周打量着 只怕呀 是同样抱有逃走的打算 这一点 他们竟然是出奇的默契 考虑得怎么样了 几位师妹还是自己把血层死甲 交出来吧 免得师兄我动手 否则啊 这宝贝可不是闹着玩的 威力大得很 发出去啊 我也控制不住 万一不小心伤着了 断了胳膊腿的 那你就可别怪师兄我没提醒啊 赵乾坤单手操纵着 那柄小飞剑是得意的教导 至于其他几个废物师弟 都留下一件最好的灵气就行了 我姓赵的呢 向来大方 不会做出赶尽杀绝的事情的 几名蓝衣弟子 对他们的师兄滔滔不绝的夸耀 是相互看了一眼 有些无奈 走 突然不知道谁抱和了一声 八人立刻化为八道急俗的影子 分散的往青丹山脉各个方向逃走 如果能遇到青丹门的守山巡逻员 或许呢 有机会逃过一劫 他娘的 一群胆小鬼居然逃跑 赵乾坤正在炫耀自己的法器 争了一下是破口大骂 他是立刻飞身 跃下了锯齿 和其他的几名蓝衣弟子 是分头追击 那个学校 我去追 你们几个去追其他的那几个女的和男的 谁抢到的灵器归谁用 别担心门派处罚 等咱们住机器之后 谁敢指责咱们 好嘞 赵世兄 众兰衣弟子们是极为的兴奋 如果每人能抢到一件不错的灵器的话 在这洞窟失恋中啊 无疑是更加的有把握了 叶琴足下一点 朝西南方向是飞奔而去 但是他很快的发觉不对 自己的身后根本没有人追 回头一望他马上明白了过来 赵乾坤呢 他们要的是血残思想 那四位师妹才是他们堵截的目标 而那三名轻衣男弟子 一直呢都是站在前面 暴露目标的最大 那些蓝衣弟子呢 把他们给盯上了 自己这边有八个轻衣弟子 而赵乾坤那边呢 只有七个人 分八个方向逃跑 他刚好呢是被落下的那个 剩下的七人 赵乾坤顶多追得上一人 那么这个被追上的几乎 是肯定要被击败的 其余的六个人能不能被逃走 那就要看运气了 叶琴回头看了一眼 正好瞧见雪下和赵乾坤 在数百丈外击踪着 小片刻之后 众人早已经分散而逃 一片山岭乱石林中 雪下神色惊慌的在乱石林中是 躲避着他身后一柄数寸长蓝色剑盲的追逐 对于炼气七弟子来说 法器最为霸道和可恨的地方 那就是可以远攻进防 他手中的零件呢 是根本无法攻击到赵乾坤 而赵乾坤呢 却能轻松地用飞剑对他发动进攻 赵乾坤呢 是在后面拼命地追逐着 还一边操控着那柄蓝色的剑盲 是紧紧地盯住雪下 他的速度呢 虽然无法一下子就追上他 但是这飞剑呢 却是迅猛无比 死死地咬住了他 不过呢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们身后低空 飞略着一个淡淡的雪翼的影子 是无声无息 外方的灵气呢 也是极为的微弱 夜勤修炼座望经 自动收敛外方的气息 效果呢 比脸稀数还要强上几分 如果二人不回头查看的话呀 是根本无法察觉的 除非是助击器的修饰 才可能敏锐地发掘不对 夜勤是不急不慢的 是跟随在后面 他是自然有所屏障 他背后呢 对巨大的雪翼 就是他最大的本钱 这件极品灵气啊 能够被称之为准法器 自然有它独到之处 虽然靠这件飞行灵气呢 是杀不了赵乾坤 但是呢 只要他往天上那么一飞 是脱离攻击范围 这赵乾坤呢 也只有干瞪眼的份了 除非赵乾坤手里 同样有飞行灵气 不过那可能性不大 赵乾坤要是有这东西 只怕早就拿出来 追杀他们几个了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 夜勤呢 才敢跟随在二人的后面 赵乾坤等人 想要抢夺几件防御灵气 以便呢 在洞窟失恋中更有把握 夺得住鸡丹 他又何尝不是有这种想法呢 为了夺取灵石 这洞窟呢 肯定是血腥无比 各个门派之间的厮杀 那肯定是少不了 如果能在进入洞窟之前 从赵乾坤手里 抢下这件攻击性的法器 那么他在这洞窟失恋中 就算不小心遇到了各大门派 拥有法器的高层弟子 他至少也有自保之力 而不会成为一碰就死的 垫脚石 对付赵乾坤这个半吊子的 门派高层子弟 比对付那些真正的强势 高层子弟 那要容易很多 夜勤对飞剑法器的威力呢 还不清楚 心中呢 有所记忆的 跟在数十丈之后的安全距离 进行观察 至于要不要出手 只能是见机行事 看看这飞剑呢 是否有弱点再说 雪下能够在赵乾坤的手里 支撑多久 这一点呢 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这不是他无情 毕竟清单门 同门 练气 七弟子 八千 谁也不会为一个 刚见过几面的同门 搭上自己的性命吧 反正他是不会的 换作其他的同门呢 见到他被高阶修士追杀 没有把握的话 也同样不会贸然出手相救 雪师妹 我知道最好的一件 雪残丝甲肯定在你身上 很可能就穿在你的身上吧 把他交出来吧 我可不想让师妹和他一起被飞剑 给刺一个窟窿来 赵乾坤一边操控着飞剑 一边兴奋地大喊着 眼中还闪烁着一些 淫秽的不堪的目光 叶琴有些纳闷 从一开始到现在 赵乾坤只是大喊大叫 拿着法器对他们进行威胁 但是呢是光说不练 并没有真正的动手攻击 叶琴不认为赵乾坤 无法用着法器 只是装枪做事 因为毕竟赵乾坤 是要去参加洞窟失恋的 要是没有几把刷子 他也不敢去送死 但是赵乾坤宁可 一遍又一遍地出口威胁 始终呢是不用着飞剑 只怕着飞剑 有受到局限的地方 做梦 这件雪蚕丝甲 是我费了十年心血 收集了最好的蚕丝才编制而成 你就算杀了我 也休想得到 雪下提着一柄三尺长的水晶剑 足下是丝毫未停止 回头恨恨的是盯着赵乾坤 右手呢是掐绝 一道蓝色的水剑 朝身后打了过去 赵乾坤身上有护身照 是根本不惧着威力薄弱的水剑 硬扛了水剑的攻击 这水剑呢是破不了护身照的 但是却让赵乾坤的速度 一下子就迟缓了下来 那就可别怪我动杀手了 掌 爆喝一声 赵乾坤脸色一沉 将法力全力输出 蓝色剑茫茫的一吐 短短数寸长的悬银剑 立刻就迎风而掌 化为了一柄 近一尺来长的短剑 当头朝雪下一剑 斩了过去 飞剑在预剑术的操控下 随着法力的输入呢 是可长可短 最短数寸 最长数丈 赵乾坤的修为呢 只是炼气器的九层 无法发挥这柄飞剑的足够的威力 顶多呢 让它长到一尺来长而已 大约呢 发挥出它的十分之一左右的威力 但是 这已经是相当吃力了 不过 这一尺飞剑威力 那已经是足够强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